洛杉磯華裔傳統喬社 越南遼喬街代表 以及台灣駐洛杉磯經盟處處長夏季昌 日前在華埠孫中山銅像面前舉行獻花儀式 紀念國父孫中山誕辰150周年 在活動上駐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夏季昌 和羅省中華會館主席伍尚齊等四首長首先獻花 接下來由新老喬社的代表分別鞠躬獻花 氣氛莊嚴肅目 夏季昌表示國父孫中山當年推動民主革命 推翻清朝帝制 結束中國封建統治社會 並希望將各地賠款的不平等條約揮除 他希望國父重振中華的思想能夠繼續在海外流傳 今年的紀念活動由羅省中華會館舉辦 主席伍尚齊表示 國父當年領導革命 創造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國家 公職卓絕 國父孫中山是藏到第一個 著有名字的國家 在亞洲 所以我們今年的到來 都盡量國父孫中山 偉大的公寄 孫中山原名孫文 1866年11月12號 出生於廣東省香山縣翠鏗村 他在流亡日本的時候 改名為孫中山 並且提出三民主義學說 1940年 國民政府 命令孫中山為中華民國國父 天哪維視記者馬俊 初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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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